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先给各位一平兄的老朋友通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一平兄两个月没露面 他是去了某地办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现在已经回到加拿大 将会很快在线上和大家见面 言归正传 我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继续讲了跟周永康政变相关的一些有趣的事 由于我们在之前几期已经多次提到中共十大元帅陈毅的儿子陈浩书 我这里就讲一讲陈浩书兄弟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以及习近平如何逼死了陈家小弟小鲁的故事 众所周知陈毅是中共军史上有名的儒将 行军打仗战空不多 但是搞政治是很有一套的 他生有三个儿子 陈浩书是他的长子 听过周永康政变系列的朋友 相信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 陈毅的二儿子叫陈当怀 虽然他做到了少将 但是在兄弟当中他是最不聪明的 这里就不细说他了 陈毅的小儿子陈小鲁 是三兄弟当中知名度最高的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跟陈毅是长得非常的像 大家看看他们两人的照片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令人感慨的就是他与陈毅长得像 命运也很像 他们父子两人都是在七十岁出徒 就被人整死逼死 而且两人在死之后 整死逼死他们的人都表示 他们本来是好朋友的 陈毅在1972年被毛泽东整死以后 毛泽东还厚着脸皮穿着睡袍 亲自的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他还说 陈毅是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 陈毅是支持我的了等等 而陈小鲁在2018年2月底 被习近平逼死以后 习近平没有来参加在海南岛举行的追悼会 只是派了亲弟弟徐远平去代为 向陈小鲁的家人致意 据说习近平当天也向前港澳办主任 陈小鲁的妹夫汪光亚说 小鲁是我多年的朋友 听闻小鲁去世是声表关注 希望处理好后事家属节哀 习近平这个独服名贼也会有朋友 也配有朋友 竟然还有陈小鲁这样的朋友 另外习近平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老朋友下狠手 要把陈小鲁给整死逼死呢 难道是陈小鲁得罪了习近平吗 陈小鲁长得是像老爸陈毅 这是遗传基因的强大作用 历史似乎也有着类似基因的强大遗传性 1972年文革史陈毅受难的影子 到2018年又涂射到了新文革年代的陈小鲁的身上 陈毅在文革中被打成二元逆流 被毛泽东整死 他在临死之前 儿子陈小鲁从部队去见父亲 陈小鲁见陈毅全身是插满了管子 医生不停的给他进行各种治疗 包括洗痰清洗 不停的翻身 是十分的痛苦 陈小鲁很自然的就问 能不能够不进行抢救了 他觉得对临终病人不进行这些所谓无谓的抢救 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 不料他遭到了医生两句话 你说了算吗 我们敢吗 那在文革期间真是人不如狗 陈毅是贵为开国元帅 连死亡的权力也是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 死得也是不如一条狗 那么陈小鲁又是怎样被习近平整死逼死的呢 我们的讲点古 可以说在太子党中 陈小鲁的名气是非常大的 二十岁不到就已经成了北京的风云人物 当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就当选了北京八中文革的主任 不过文革小将们的这种残酷和暴力 又令他发起组织了西城区纠察队 抵制对老师等所谓当权派的这种批斗 结果最后需要的周恩来总理 当时亲自出面 把他保护起来 才逃过了被新一批的这种红卫兵的追杀 陈小鲁也是最早走出国门的红二代 在八十年代初 他就到英国去担任外交官 见识了西方世界的活力 他在回国之后就开始致力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习近平上台后不久 陈小鲁又致力于社会的和解 他在2013年8月20号 陈小鲁在网络上就发布了一封道歉信 说自己当年作为文革的学生领袖 对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都有责任 就来向他们道歉 这一次造线也是引起了社会的这种广泛关注 以陈小鲁的能力和背景 他本来是可以在中国的政坛大展身手 虔诚无量的 甚至有人说如果中国的政治清明 陈小鲁可能都做到了中国的国家主席 问题是中国政治哪里会有清明的一天 当陈小鲁成为赵紫阳政治改革运动中的一员之后 随着赵紫阳在1989年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倒台 陈小鲁的仕途也就走进了死胡同 俗话说车道山前以武路扭岸花明又一村 陈小鲁当然不会就此躺平 他于是率先下海 进军商进了就当了老板 并且与年轻他20岁的吴小辉 开始了长期的合作 经过十多年的纵横悲合 陈小鲁与吴小辉一起打造出来 近2万亿资产的安邦保险公司 据说安邦董事长吴小辉 娶了邓小斌的孙女邓卓睿 成为邓家的驸马爷 就是陈小鲁做的没 中国南方周末杂志在2015年1月29号 曾经报道说陈小鲁是安邦保险的实际的控制人 安邦保险董事长吴小辉 也被一些人认为是陈小鲁的白手套 而陈小鲁是身家万亿 是没有公开的隐形的中国首富 安邦保险安邦定国 这是否涂涉了陈小鲁的政治理想 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安邦这个名字 令习近平听得不舒服 也许是习近平家族和邓小平家族的恩怨 难断了 总之在习近平站稳脚跟大权在窝之后 安邦就成了习近平的眼中钉肉中刺 那是非拔去不可的 2014年开始 习近平开始打击权贵资本 安邦是首当其冲 在南方周末报道过以后 陈小鲁在2015年年初就发表声明 坚决的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 表示自己就是顾问 一个是执询 一个是站台 是没有股份的 等于是放弃了他在安邦集团的万亿资产 这也就是说 陈小鲁希望用这笔钱买平安着陆 不过习近平他又怎么会散罢 甘休在2017年6月 习近平向邓小平家族开刀 吴小辉在走出邓家的时候就被捕了 过了两个月 陈小鲁就被边控不准出境 到了年底 他在当局的传召之下 去上海接受调查 2018年春节前 虽然陈小鲁获准保外过年 但是刚刚过完年在2月23号 及农历的2月2农抬头的日子 陈小鲁的好拍档 吴小辉就被提起了公诉 而在五天之后 也就是2月28号 陈小鲁过完年之后 回到海南岛 与妻子大将素育的女儿 素慧宁在海南省 从海口开车 返回三亚亚龙湾的时候 下午还得去喜来登的酒店 接受了调查人员对他的问话 到晚上9点20 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 小慧 我不好 就倒下了 陈小鲁因为突发性的 大面积心肌梗塞 就再也没有醒来 1989年4月15号 胡耀邦呢 也是因为心肌梗塞而去世 从那个年代开始 预防心肌梗塞呢 就成为了中共权贵的基本常识 事实上呢 只要预防得法 心肌梗塞在医学上 已经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了 30年过去了 陈小鲁难道忘了胡耀邦的教训 由于陈小鲁的身份和影响力 他的死在当时 那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也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其实这根本不用猜 陈小鲁之死 也像胡耀邦之死一样 是被气死 被吓死 兼而有之 因为啊 如果没有习近平 毫不留情的追杀安邦 陈小鲁如果是交了钱 就可以过关的话 陈小鲁是根本就不可能为这个送命的 1952年 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场时 整肃资本家 曾经在两个月当中啊 就有多达876个资本家自杀 陈毅不明白这些资本家为什么会自杀 并且呢 还把其中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 称之为空降兵 他问那些办事人员 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呢 当年已经六岁的陈小鲁 是否曾经目击空降兵的情况 或者陈毅 是否曾经跟他提过空降兵的事情 已经不可考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呢 在66年之后 在习近平向资本家群体劫富 却不计贫的情况下 中国隐形首富陈小鲁被死亡 实际上也可以算是陈毅口中的空降兵 天道循环 屡视不爽 陈毅当年做得恶 报应的到了陈小鲁身上 只不过是不知道习近平做得恶 什么时候会报应到他的什么人身上 陈小鲁之死 也许有人会说 这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啊 那么我想请问 胡耀邦之死 跟邓小平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胡耀邦死了以后 全国的老百姓都要向邓小平讨公道 并掀起轰轰烈烈的八九学潮 全国老百姓都知道 杀胡耀邦者 非心脏病也 是邓小平事业 而现在啊 杀陈小鲁者 习近平事业 这不是很清楚吗 也许习近平和陈小鲁 曾经的确是朋友 陈小鲁也说啊 他们两人之间呢应该还是有相当多的私人互动的 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中 陈小鲁就谈到过和习近平两人之间的互动 他没有指名道姓 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就是习近平 再被问到他会不会向习近平就国家大使提出意见的时候 陈小鲁明确的说不会 他还给自己的不会提意见的给出来原因 为什么呢 如果他当了官 你讲话 他爱不爱听 这是第一 另外呀 好不容易聚到一块 对他是个放松的机会 你给他提个问题 那干嘛呢 人家本来跟我们聚一聚 是聊聊天 回忆过去 对他来讲啊 是放松 陈小鲁说的有点含蓄 但意思呢 是很清楚的 那第一 习近平是提不进别人的意见的 你跟他提戒严 那是自讨没趣啊 第二就是啊 习近平来找陈小鲁 是为了向故人啊 旧友啊 炫耀自己的威水成就 你不要去扫了他的信 实际中有名言说 富贵不贵故乡 是如锦衣夜行 习近平一统天下 嘴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不过就是一个凡夫俗子而已嘛 又怎么会不想穿着锦衣去夜行 找几个旧友相去 来满足他的虚用心呢 不过陈小鲁也在同一次的访谈中 更加隐晦的提到习近平的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习近平身上啊 有一种暴力之气 而这种暴力之气啊 不只是他有 中国人当中啊 很多人都有 而这种暴力之气啊 也是造成文化革命的基因 一直啊 都在中国人之中啊 遗传着 暴力之气 不只是在习近平的身上表现明显 在陈小鲁大哥啊 陈浩书的身上 也一点不差 甚至呢 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家在听过我之前讲的 319政变系列故事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 那是活脱脱的暴力的陈浩书啊 也许是在几个兄弟当中啊 是老大的缘故 也许是呢 他这个研究中共的这个军事的缘故 陈浩书向来呢 是敢作敢当啊 有一种呢 要做大英雄的情节 而他的暴力之气呢 在他被胡锦涛不追究责任之后啊 又闯了一次大祸 而且他闯的这个大祸啊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为他的小弟陈小鲁带来了厄运 那么他闯的是什么大祸呢 这个就与习近平 2012年9月前半个月的失踪 一事呢 有关系 习近平从当年8月底 最后一次露面之后 直到9月15号 他才呢 在北京啊 首度的公开露面 出席当天的全国的科普日的活动 不过他看起来啊 是想的相当的疲惫 习近平的神秘失踪超过两周 影响非常之大 导致多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呢 都需要被取消 也间接呢 导致了中共十八大呢 需要推迟两三周呢 召开 而习近平登记啊 也是推迟了两三周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失踪两周呢 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原因呢 一直都还是迷 北京当局呢 也任由了这个谣言四起 到现在呢 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当时关于习近平的失踪啊 至少呢 是有六个不同的版本 一啊 是运动受伤 是游泳的时候呢 引致背部 或者是手臂呢 受了伤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患了疾病 可能是中风 也可能呢 是家族的遗传病 第三呢 就是他在九月四号 遇到了车祸 有人甚至说 当时他是遭到了阵地的刑斥 第四呢 就是轻微的心脏病发 心急梗塞 不过就没有像胡耀邦和陈晓鲁一样呢 送命 第五啊 据说呢 就是习近平在胡锦涛外访期间呢 擅自呢 在家中啊 开军委会会议 被元老啊 和常委们呢 批评 责罚他呢 两周闭门思过 第六种说法呢 是他说 他秘密南下 到深圳的去处理 当时出现的香港方面的问题 而到了当年 10月31号 英国前景杂志的记者 凯拓 他就独家报道 习近平的神秘失踪的秘密 他在报道当中说啊 来自熟悉中共顶层的消息来源说 习近平呢 是在参加一次红二代的聚会的时候 因为过去的矛盾 和当时发生的一些小事 红二代之间引发了争吵 而且呢 是越吵越激烈 情况啊 最后失控 变成了打斗 习近平在劝架的时候呢 被卷入打斗双方的中间 这个时候 一把飞来的椅子 击中了习近平的后背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 是否真的像凯拓所说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习近平身上有暴力之气 陈浩书啊 也有暴力之气 事实上 暴力之气呢 在中国人身上 那是所在都有 而在红二代的当 那个当中啊 比例是更高 这个呢 与他们呢 来自这个父辈的这个遗传呢 有关系 也跟呢 中共他们本身强调的这个斗争王话 有关系 而在薄熙来落马事件之后啊 红二代之间是出现了大风化 有廷伯的 宝伯的 有雍江的 反江的 有雍习的 反习的 可以说呢 是空前大分裂 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 护士 媒体呢 也常见呢 有这种报道 所以英国记者凯拓的报道 是你这个事实的真相呢 最接近的 不过习近平为什么会参加这么情绪化的太子党聚会呢 他真的是混乱之中 无辜中矣吗 又是谁敢冒犯天言 把遗址砸向了储君习近平呢 凯拓没有给出答案 老一辈共产党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红二代就说 请客吃饭 也是革命 当年习近平登基在即 他生之太子党福 则天下福 红二代平 则天下平 由于薄熙来疫情倒下 习近平成为了太子党的独主 太子党出现分裂 对他是极为不利 因此他呢 就请客吃饭 搞革命 召集了这次红二代的聚会 希望呢 以太子党掌门人的身份 来整合太子党 问题的是 太子党哪能那么容易 经过一次聚会就摆平呢 由于啊 习近平以前呢 并不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 因此这次聚会中 薄熙来事件成为他的烫手山鱼 由于啊 他是薄熙来被打倒的主要推手之一 习近平就成为了挺拨太子党的重视之地 加上呢 他又拿不出挽救薄熙来的任何对策 红二代一时间 那是群情急愤呢 有人呢就开始乱丢桌上的小物件呢 以表达愤怒 由于现场的气氛呢 是越来越热烈 忽然呢 有太子党手中的纸巾筷子啊 等了向习近平扔了过去 参加聚会的陈浩叔啊 本来在319政变失败后 习近平曾经在他离开精神病院 去看过他 他还想帮习近平说几句好话 为习近平呢 帮你忙 不过随着场面呢 就开始失控 也许啊 是他突然想起 在319政变当中 其实呢 他是被习近平当成了棋子 也许呢 是多年来呀 与薄熙来的这个深厚交情呢 突然一下子就复活了 也许呢 是受了当时现场气氛的这个感染呢 这个性格火爆的老先生 是近乎失控的 拎起了自己坐的椅子呢 就向习近平扔了过去 习近平那是过得了前面飞舞的筷子啊 茶杯啊 和本来应该下肚的美食啊 却过不了身后呢 还有飞来的点心 这把分量不轻的椅子呢 也不认人 就狠狠地砸到了习近平的腰背上 习近平本来呢 有这个腰伤救患 腰背突然挨了这么一把急速飞来的椅子 一鸣八戒的大个子 习近平庞大的身躯呢 就缓慢地倒在了地上 那是一脸痛苦啊 他当时甚至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砸了他椅子 而陈浩淑一看自己就知道 哇闯了大祸啊 马上呢就上前呢 去救治这个习近平呢 而且呢 诚心地向习近平做出了道歉 习近平这个时候呢 为了要整合太子党呢 就真的没有去怪罪他 但是腰伤不要命啊 但是站不起啊 坐不宁啊 这呢就是习近平 因为了要养伤两周 而神秘失踪的背后真相 也许是爱拉一致 被迫躺平了两周的缘故 也许是习近平改变了方式 采取了足够说服 与数百个红二代面谈的缘故 许多铁杆挺薄的红二代呢 逐渐呢也都接受了习近平 是太子党独主的地位 在这一庞大的工程当中 陈浩书为习近平安前马后啊 这个出了大力来诉罪 成为了习近平最忠实的跟班之一 甚至在习近平整肃陈小鲁的时候 陈浩书啊 还在以大哥的身份呢 压劝陈小鲁 要他呢 服从调查 不要跟习近平呢 去作对 受了以鸡之辱 牙之逼报的习近平 放过了暴力却简单的陈浩书 却不会放过能量巨大的陈小鲁 这也就是陈小鲁 被习近平整死逼死的真实的原因 也呢 是我上一期说要给大家报的大瓜 下一集呢 我们就继续讲周永康政变的故事 希望大家呢 是继续捧场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